三十年代雷椅是很热的 你们是怎么结束雷椅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评论 看当时的人是怎么看雷椅的 比较多的人认为 雷椅揭露了封建性的资产阶级的腐朽生活 属于社会问题计 这是当时三十年代一个主流的看法 后来我们看到很多教科书 都是采取这样一种说法 邮编评论这样说 雷椅指出了一个人 无论如何一生不能一步走错 如果走错了就千万个忏悔 倒准不过来 利益非常伟大 这也是一种评论 这看法很别致 另外有一种评论说 雷椅不单告诉你一个家庭的故事 它很有潜在的问题 就是分音制度 是探讨分音制度 探讨分音如何才有健全的形式 家庭怎么才能够健全 也还有的评论家认为 雷椅暴露了中国资产阶级家庭的一个横断面 将其以金钱作为淹没蛋 所掩盖的罪恶加以剖析 同时对社费分音和伦理制度都表现得不满 象征一个大时代的到来 这都是三十年代的评论 可以看出人们对雷椅 是比较注重他的伦理道德社会这方面的意义 这是一个三十年代的主流的看法 主流的看法 主流的看法是什么 用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的分析方法 去看这个雷椅 当时最有代表性的一个评论家叫庄庚 这个庄庚他也是搞戏剧界的老前辈 他对雷椅是肯定的 但也有不满 他认为雷椅不满在哪里呢 因为雷椅中表现出作者有宿命论的哲学 宿命论的哲学 他认为命运的悲观是前人的世界观 就是以前的人蒙密 一密一味 他就是一种悲观 也有宿命论 现代人的世界观不应该是这样的 应该是什么 就是马克思主义 这宿命论跟马克思主义是背离的 马克思主义是历史唯物论 是看历史的发展 但是宿命论呢 这是早就被不可知的力量给定好了 人是不能改变的 所以这个庄庚代表当时一个主流的看法 是认为雷椅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特别是人物的塑造 是不错的 但是缺点就是寿命论 对雷椅有批判 寿命论 那么这些人他怎么解释 雷椅他是一个非马克思主义者 他怎么能够写出成功的作品呢 他们这个主流的批评是怎么解释这样现象的 一方面要承认你是成功的 但是又怎么解释你不是马克思主义 你也能够成功呢 他就说这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 击碎了他的寿命论 因为他按照现实主义去进入创作 世界观可能是落后的 他因为他创作方法是对的 所以反过来击碎了他的世界观里面的毛病 所以这个是当时非常普遍的一种 文学评论的一个思维方式 我这里也给他介绍一下 也有所了解 这个了解这种典型的批评方式 曾经是主宰过我们的评论界的 同时我们也看到三十年代 多数人都把雷椅看作是一个社会问题 你不管是马克思主义观点还是其他观点 基本上都认为它是一个社会问题 就写正视社会里面的问题 分析这个问题 但是评论家这样说 都这样说 能不能代表观众就是这样看呢 观众为什么喜欢雷椅呢 是不是因为它是反映了社会问题呢 不见得 评论家是这样说 观众结束不见得是这样 我这里给大家讲一个当时的故事 很多观众都为雷椅所倾倒 他的粉丝太多了 潮椅就输到了一封信 信的漏款是没有写了 没有钱名 没有写一个 只写了一个字 这个君 也念云嘛 是吧 这个朱字头下面一个君 古迹是一个女孩 信中说 他看到雷椅是非常激动 非常投入 那种情感的经历是非常动人 就是刺一看那个雷椅怎么激动 情感的投入 但他希望雷曹椅呢 不要给他回信 曹椅看到这个信息很感动 所以后来他写第二个剂本呢 这个 里边有个女主人公 就叫朱君 包括了 有对读者来信的一种感触吧 那观众看戏啊 不会有那么多的理论框架 他们不管这一套 跟理论家评论家是不一样 他就能不能感动他 他能不能进入这种状态 那种氛围 是不是有气能够吸引人 这是观众的 他的欣赏的标准 可惜我们很难从文字上 找到雷椅演出的时候 观众的真实情况 现在我们看到都是评论家的文字 评论家不是个理想的观众 理想的读者 理想的读者 真正的读者观众呢 应该是普通的观众啊 我们最后来看看文学史 是怎么评论雷语的 文革以后啊 影响最大的文学史 是唐涛和颜介燕老师 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 他评论雷语的观点呢 在八十年代是非常有代表性的 他认为 这本书认为 雷语呢 反映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 都市上层生活 腐朽与罪恶 描绘了旧制度 必然崩溃的途径 对于走向目落和死亡的阶级 给予有力的揭露和评价 批评 所以认为雷语的人物啊 最后死的死 逃的逃 有的变得疯子 就是封建性资产阶级家庭 封建性资产阶级的 必然的下场 这类似这样的观点呢 就是说 一直到八十年代 它是主流的 认为是社会问题 认为是表现一种阶级的 一种面貌的反映了 所以这些观点啊 这些看法评论 就反映了当时那个时代的 一种思维的特征 那么到了我们 编写 中国现代文件三十年 八十年代这个中期了 那么对雷语的评论呢 就变得比较紧盛了 就是我们写的时候 变得比较紧盛 注意到一部作品 可能会引起理解的歧义 也注意到作品呢 可能有不同的理解的空间 这就是以上 我们呢 就看到了 介绍了半个多世纪以来 对雷语的评论研究 基本上都是肯定 但是又基本上认为 这就是社会问题 就介绍了一个普遍的看法 接下来我们就看 雷语是不是这样的 这个曹语是不是承认 是吧 这些评论家 办过多世纪以来 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认定 曹语是不承认的 他自己认为 写雷语没有明确的主题 不像评论家说的 有那么多的社会意义 大家看基本呢 很容易忽略 他前面有个戏 雷语前面有个戏 这个戏是非常重要的 对理解雷语是很有帮助的 那么曹语在戏中 回忆了他当初 写这个雷语的光景 那情况啊 他说 我并没有明确的意识 要旷证 讽刺 或者攻击什么 雷语的降声 是一种心情在作水 一种情感在发酵 说明 他为宇宙一种隐秘的理解 乃是狂妄的夸张 但以他代表 过人一时性情的屈指 对那些不可理解的 莫名的爱好 在我个人短短的生命中 是显明的 化成了一道阶段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写雷语的时候 曹语并没有意识的主题 也不是先想好了 我要表现什么 有什么意义啊 没有的 他就是一种冲动 就是一种情感的发酵 不知所指 他到底要写成什么样 不知道 他就把它写出来了 那么这种创作状况 其实对作家而言 是常见的 而且 大家注意啊 好的作品 往往是这样出来的 也不一定是主题 先行 所以曹语呢 他还说过 这段话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呢 还是要念给大家听听 雷语对我是个诱惑 以雷语寄来的情绪 运成我对宇宙间 许多神秘的事物 一种不可原意的憧憬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他写雷语的时候 对宇宙间的那种 神秘的解释 他有很多想不通 解释不了 他就是有很多 自己的想象 不可原意 接下来 雷语可以说 是我的蛮性的遗留 什么意思 蛮性就是原始性 人呢 都是有原始性的 是吧 人都是有原始性的 就是说 还没有完全 输到教化 规范的 一种蛮性的遗留 就是说 我写这个雷语的记本 也许就是我 潜仓的那种 人类的那种蛮性 就是 原始的东西 这句话提醒我们 就是说 这个雷语里面 可能有一些 潜意识的东西 是吧 原始思维的东西 我揉 原始的祖先们 对那些不可理解的现象 正大了 惊奇的眼 就我们的先人呢 他的意思是说 我们的先人 对宇宙一些现象 是非常好奇的 现在我们讲起来 好像什么都能够解释 头头是道 实际上不见得 能够解释得通 先人 他就有一种奇异的 一种 疑惑的一种眼光 来看这个世界 是吧 接下来啊 我不能断定 雷语的推动 是否由于神鬼 其命运或言以 哪种明显的力量 情感上呢 雷语所象征的 对我是一种神秘的吸引 一种抓住我心的魔 这意思呢 就是说 他写雷语的时候呢 好像在输到什么 力量的支配 他的目的在哪里 也不太清楚 就完全输一种情绪 一种冲动 一种灵感 所左右 是这个意思 所以啊 这就有点麻烦 评论家呢 把雷语的主题 说得非常的简明 鲜明 就是社会问题 即就是批判资产阶级 资本主义 揭露什么的 但雷语呢 但潮语呢 自己不承认 虽然解放以后 潮语自己也说过 暴露大家庭 罪恶这些话 但是我相信 这是在那个 特定的政治气氛下 不得不说的 所以我们读雷语啊 还是要尊重 作家 演出的 创作的状态 他的出发点 就像刚才啊 那个写信给他的 那个女孩 看到雷语的时候 这个他代表 这种普通的观众 读者了 他激动什么 不知所处 艺术感觉 有时候呢 说不清楚的 所以作家的评论 作品的评论呢 当然要用理性的介入 但理性不等于是 意识的 还是要尊重 作家创作的 演出的感情 主流派的评论呢 刚才我们介绍 那么多了 只是一个层面的 阅读解释 他们也有他的道理 但不一定能够 穷尽作品 也不一定能够抵达 作品的深步 所以对雷语呢 应该有更细腻 更深入的分析 就刚才我们介绍了 历来对这个雷语的评论 基本的认识 是吧 认为他很成功 但是是社会问题 看得很清晰 但作家他认为 我写作的时候 我并没有一个 确定的一个目标 也不要 这个不是要表现什么意义 我是属于一种神秘的 一种冲动 所支配 要表现的一种 对宇宙万物 一种神秘的一种想象 所以我们就提示了 一个文学现象 优秀的作品呢 是可以做多种解读的 它之所以优秀 为什么优秀啊 解释的空间很大 读者可以发挥的想象力 这可能性很多 解释优秀 另外啊 作家的意图 作品和读者结束 一个是作家 他有创造意图 一个是作品 一个是读者结束 往往是不一致的 甚至相差很严的 你这个作家是这样想 这个作品 写出来的作品 可能是这样情况 那么读者结束呢 又另外一种情况 不太一致 甚至相相差顺眼 所以研究者批评家 和普通的读者的结束 也可能不一样的 像刚才说 我们文学史 很多评论家 你说的社会问题 什么意义 什么教育价值等等 但普通的观众 他不一定这样看 所以作为文学史 应该是研究这些现象 应该尊重不同的结束 不要光看评论家的 也应该看看 普通的观众是怎么结束 不要把评论家的结论 当成是终极性的观点 包括像网门搞这个评论的 不一定能够代表 这种终极性的观点 所以我讲这个意思 也是要和大家来共同探讨 这些现象 就是读者反映 作品的社会反响等等 然后我们开始讲 第二个问题 更深入了 如何理解雷尔的细末和尾声 如何理解雷尔的细末和尾声 这个很多演出 刚才说了 都没有注重到雷尔的细末和尾声 这两个部分 没有注意到它的重要性 演出的时候都把它删掉了 从演出效果来说 它那个细末的确是不太抓人 这个细末好像有点太弦了一点 不太能够一开始就把观众给抓住 但是这是理解前纪非常重要的提示 细末 然后是基本的主体 然后是尾声 一个是细末 然后是主体 最后是个尾声 三个部分是连贯的 所以请大家注意 雷尔的场景和时间 注意一下场景和时间 整个雷尔它是有四末 前面加一个细末 后面加一个尾声 就六个部分 实际上中间是四末 前面一个细末 后面一个尾声 细末是怎么样呢 大家读的时候可能不太注意 所以我这里稍微讲一讲 是发生在一个教堂 一个复属的医院 一个客厅里 时间是冬天 那夜三十 就除夕了下午三点钟 那个基本对细末的场景 的布置 有非常详细的介绍 那基本的 那个雷尔 曹尔写基本的说 往往那个场景 跟一些小说似的 写得很细的 我们从这个介绍来看得出 这曾经是相当豪华 讲究的一个人家 由给他的主人改做医院 现在显得是 衰败了 气闷了 有一种曾经沧海的一种感觉 连饭厅 有一扇沉重的大门 拉动的时候 发出来的声音 都像一个经过多少事故 很沉默 很温和的老人 那个基本戏末里面 是这样来介绍 那个场景的 这是什么地方 这就是朱铺人的公馆 周公馆 是吧 朱铺人的家 十年前 发生了那个 死的是风的风 那一场变故以后 就改成了一个教会的疗养宴 那朱铺人就不住在那边了 所以现在变成个疗养宴了 是吧 那么现在戏墨里面写的是两层楼 楼上楼下 都住着一个风里人 戏墨一打开呢 朱铺人就来探望他的妻子 樊姨 是吧 顺便呢 也看看 他樊姨住在楼上 他的这个年来那个妻子呢 鲁士平住在楼下 他来看看樊姨 顺便也看看鲁士平 所以戏墨呢 特别安排了 有两个不太引人注目的 我们也可以说是 类似于倒计 就安排了两个小孩 非常好奇地打听 就他们有两个小孩来了 非常好奇地打听 这个房子啊 听说闹鬼 是吧 说死过三个人 所以这小孩要来打听 很好奇 你们注意啊 这是大年三十 三十 除夕夜了 两个风里人都出来 到了客厅 那么樊姨呢 就衰弱地 慢慢地倒下 随后舞台就暗了 大漠就在一片弥撒声中 拉上了 整个戏幕很短的 观众如果看到这个戏幕 如果演出的话呢 会带到很多的疑惑 这个疑惑是什么 就是刚才说那两个孩子的疑惑 来进入这个剂情 就是说到底这个怎么回事啊 为什么住着两个风里人呢 跟这个来探望的 诸仆人是什么关系啊 等等 所以接着戏幕完了以后 才进入这个主体的部分 就是通常我们看到的 没有主体的部分 就是四末剧 这四末剧就是什么 时间就从细末的时间 拉回到十年前 就是现在 就是这个主体的时间 大年三十的这个下午 是吧 繁乙呢 仍然躺倒在地上 这细末和尾声啊 这个最后啊 这个有个尾声啊 这个这个中间 那个四末剧演完以后啊 又出现个尾声 尾声呢 经常也被删掉了 尾声什么内容呢 翻译仍然躺在那个地上 是吧 也是这个这个公馆 这个那个教会的这个疗养院 这个整个就是这样啊 细末和尾声都发生在同一个时间 都是大年三十那天 不过呢 把它分成两段 是吧 一段是这个前边 一段是后边 中间加插了一个主体部分 四末剧 就是十年前的 所以现在我们看 为什么要加这个细末和尾声 为什么超义那么重视这个细末和尾声 它的细末功能是什么 我们要来重点来讲这个问题啊 一个呢 是建立效果 这个细末和尾声啊 它起到一个建立效果 让观众跳出来 从现在 现在是什么 等下要演的这个《四末剧》里面那个《四末剧》里面那个《现在》 从现在回过去跳出来看十年前的故事 这样的建立效果 就是说 它不至于让观众 完全沉浸在 那种悲剧的情境之中 你刚看到那个《四末剧》以后 不要让观众完全沉浸其中 应该 产生一种距离感 这样的引发对悲剧的反思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细末和尾声啊 有一种建立的效果 让观众在看剧的时候 能够提升出来 超越出来 这样的加强这种悲剧性的思考 另外啊 还有一个作用 就是把时间拉开 场景变化 从观剧的产生的那种激情中 超越出来 把激情展示的各种复杂的矛盾 升华了 意思就是说 让观众超越出来 跳出来 对于激情的故事 有一种超越的观察和思考 就是说 比较理智来看 那个基本里面 激中 激中也可能就是现实中吧 那些情欲 金钱 势力 看那些矛盾 冲突 挣扎 看那些受命运支配的 可怜的人们 就是西末和尾声 它就是这样一种超越的一种作用 以是呢 基本的主体故事 所产生的那种悲剂的感受 就可以得到净化 这就是类似于宗教的那种悲悯 这个宗教关怀的那种悲悯 所以这样看来 西末尾声 特别是把那个年来租公馆变为教会的医院 而且不时想起了那个祈祷的那个弥撒声 都是有用意的 就是潮一写这个戏末尾声是有用意的 戏末的演出效果可能确实不太好 但是也不应该煽气 它对于理解雷尾那种深意 是起到了某种超越的悲悯的效果 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看到西末和尾声以后 你就知道这个戏 它写的并不完全是人理关系 也不完全就是截入罪恶 它有更深的一种含义 这个含义是什么 就刚才说的两个字 悲悯一种悲忌的一种思考 以上我们就快做个小节了 就是说办过多世纪以来 对雷尾的评论研究 基本上是肯定雷尾的 但是又基本上认为 这是一个社会问题剂 这是一个 但是我们要看到雷尾的思想情感 它那种丰富性 要尊重作者的写作动机 和言有的思路 我们可以说 这主要是一部命运悲剧 是分析揭露人性的悲剧 是带有一种悲悯的 那个终极关怀的这样一个悲剧 这种悲剧 我们在同梅前发展